從武俠漫畫到本土創作 李智青畫碼會版 清明上河圖 80年代搭地鐵人人拿著的不是手機 是廣漫 90年代尾我跟金融先生合作了一間公司 寫金融小說的漫畫 幫金融畫插畫的李智青 18歲入行做漫畫助理 他說當年第一本漫畫畫工有亂 銷量一樣過漫 講到廣漫發展歷史 甚至進軍漫畫大國日本市場 可能年輕一代會第一時間搭火鳳療園 但其實李智青的武俠漫畫更早進軍日本 最高峰時期周刊加月刊還有單行本 每天講畫漫畫 就是這樣畫了二十年畫到頸都出事 我寫完《笑無光湖》之後 我天天去做針灸 我覺得很不行 在體力上我是想有一種轉變 因為漫畫就是為普羅大眾去畫 我也想在之後畫一些為自己而畫的作品 銳耳減產但想不到2009年 蔡爺找他合作 畫漫畫版財政預算案 自又開始與運輸處、半島酒店 甚至關帝廟合作 在中環街市外場畫畫 關了一線槍 打開另一線槍 令他覺得人生是環環相購 看完馬之後我們就跑馬 跑馬之後大家慶高采烈 贏了馬之後很開心很著脚的心情 到最後拉頭馬 我們將這麼多場景放在同一張畫上 這個形成是場景才能做到 像清明上河圖的形成 李智青近年主力創作香港文化系列 這幅畫卷是他第一次與馬會合作做 雖然想40歲之後開始自己創作 但李智青說 到現在仍未有條件不跟人合作 決意在框架之下爭取發揮 每一張畫其實每一筆都在解決問題 你要面對問題 突破問題才會有快感 即是沒有挑戰、沒有難度 其實這件事就不要玩了